接下来我们看5.2的部分 氧化作用 铁放在空气中放了很久 它会嗅气板板 这个就是生锈了 苹果你削了皮后 放久了之后 它会变色 变成这样子的赫赫色的 这些情形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实都是属于氧化反应 都是氧化反应 那物质跟氧发生反应 我们就称为氧化反应 那这个氧气 可以使到其他物质氧化 那它就会有氧化性 又会有氧化性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性质 就叫氧化性 那当然除了氧以外 还有其他物质 不过那个是高中才会上 所以氧气能够使到其他物质氧化 那它就是有氧化性 氧有氧化性 很搞笑 不过以后我们用了氧气作为标准 过后我们再研究其他物质 其他物质也是有氧化性的 这样子 所以当然现在你会听起来 好像很搞笑 氧有氧化性 氧可以使到其他物质氧化 我是叫氧 我当然是叫人家氧化 所以这个是 是氧的一些反应 那过后呢 这个铁会生锈 苹果会变色 它都是属于氧化反应来的 都是属于氧化反应 所以这个刚才有提到的 那铜跟铁的话呢 它表面都会生锈 但是这个生锈呢 它是非常缓慢的 可能要等个几天 铁的话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可能你喷水 然后呢放个三四天 可能就会开始出现有那个铁锈 锈剂了 那铜的话呢 因为比较稳定 铜其实比较稳定 所以它的氧化呢 也比较难 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常常讲 铁你要找超过一百年的铁很难 但是你要超过一千年的铜 其实还是可以找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以前我们的什么青铜时代 就是距离一千多年 但是我们挖出来呢 它氧化了 它会有绿色这样子 青青色 绿色这样 所以它的铜也是会氧化 但是它会比较慢 而且呢 它也需要比较久的一个时间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呢 这些氧化呢 都是比较缓慢的 怎么说比较缓慢呢 就是整个反应可能需要两三天 甚至短的都需要几个小时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缓慢的 我们的快的话呢 我们氧化 如果我们的化学反应快了 一般上是我们做实验的当儿 我们就要观察到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就要观察到的 这些我们就叫做激烈的 激烈其实很少 基本上激烈呢 只有燃烧 所以它基本上呢 它放出火焰的 这些就是属于激烈的氧化了 OK 自然气中有很多都是属于缓慢的氧化 像什么呢 像一些油脂的东西 食物里面如果它有油脂的话 它放久了 它会有一股气味 那个臭臭的气味 我们广东话叫做 臭有益美 你会吃起来 你会觉得那个味道是臭臭的 那种的叫做油脂败坏 油脂酸败 这个油脂酸败其实有研究指出呢 这个油脂酸败的话呢 是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 会致癌 所以如果你嗅到这种油脂酸败的气味的话 最好是不要吃了 反正你吃了 你会觉得好像不好吃 有很多东西会比较容易有油脂的东西 有些时候你以为它没有油 但是它其实是有油脂 它出现那个气味你就会嗅到 像我曾经遇过的是什么呢 衣面 衣面因为那个面是拿去炸过的 所以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油脂的成分在 所以如果衣面你放太久 它会有那个油脂酸败的气味 还有我还有试过一些核桃类 核桃类其实它里面也是有油脂的 所以这个一般上会吃进口你才会嗅到那个气味的 所以这个是油脂酸败的情形 然后呢这个橡胶类的 尤其是橡皮筋我们经常的预教 有这种经验 对啊 放久了之后呢 它会有黏黏出现变软 变黏黏这样子 过后甚至会吹掉 出现力很 然后呢失去弹性 就是我们经常 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很常用这个橡皮筋对吧 所以我们很常遇到这种橡皮筋你放 基本上你也不能放它太久 两三个一个月不到你那个大概那个橡胶就可以丢掉了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属于氧化 所以当然如果你讲说那我要怎样的去保存这种橡胶呢 可能你就要填充 填充氮气啊或者是其他气体 总之有氧气的话呢就会常就会比较容易 所以他们那些哈拿马来卖的 他们的那个袋子啊分分钟就是有充氧的充氮气在里面的 啊所以呢它才可以放很久 啊所以你啊所以这个如果你一开了时候呢 那那一袋橡胶带的橡胶的橡皮筋呢 就尽快用完它啊尽快用完它 OK 所以这种呢叫做橡胶的老化啊橡胶老化 当然这个轮胎其实也会有出现 轮胎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会有防防老剂 因为我很多时候呢这个车的轮胎比较贵哦 一粒轮胎卖百多块钱 所以轮胎可能以前啊用久了会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啊啊 啊裂痕啊啊这个可能现在有放防老剂的可能会用到很久很久很久 可能上几年啊啊你才会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像轮胎好像都比较少现在的轮胎好像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啊甚至可以放很久了他们库存可能存个几个月了还然后呢装在你的车里面 如果你不常开那个车那个花纹一直有的话呢差不多三四年都可以的啊 但是如果你每天驾那辆车应该两三年大概是要换一次本来啊 怎么看呢这个我稍微讲一下这个花纹那边它其实是有做了一个一个一个 吐上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那个吐上来的东西跟旁边已经是啊 五七就是已经是一呃同样的高度的话就代表你的深度已经是不太够深了啊那那个轮胎就要去换 OK呃这些橡胶呃这个老化啊属于呃缓慢的氧化 甚至呢我们的这个生物的呼吸作用啊而生物的呼吸作用呢 这么放 好这么放 F1的这么要有花纹啊F1的轮胎没有花纹啊 啊怎么说呢 因为F1的跑车他的这个他们在那个跑道哦那个跑道上他们是一只没有杀的人嘛不可以有一粒石头的出现啊 所以他们只能在那个呃特定的跑道上跑而已啊你想像我们的我们路上的车 啊石头一大堆啊而且又又又又有下雨的情形啊等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花纹到我们的啊轮胎啊 啊然后然后呃有一些冬天的有有一些有四季的国家 如果他有下雪的话他们冬天的轮胎又又要换了 所以我很难想象啊我真的是我我去过德国啊但是我没有在那边驾车 我只是知道说他们冬天的轮胎跟那个夏天的轮胎都不一样 所以到底是他们是那四条轮胎是要存在他的家庭 所以他们每一次一换季节他就要去去去去workshop把那四条轮胎换掉 我真的是有点大工程的啊 所以这个啊不同的呃真的是不同的地方有不一样的情况啊 我们呢已经很方便了啊一条轮胎就差不多用到他没有把握就才换一次啊 呃高速移动的东西花纹没有多大的用途 哦可能有这个原因吧我也不晓得我只是知道说呃我们正常的陆地的情况呢 如果你没有轮胎的话非常容易打滑啊非常容易打滑 alright so我们这个小节非常简单我们要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呃反应 是属于氧化作用的 所以缓慢的氧化作用呢包括了金属的生锈 哎就金属的氧化啦我们其实就呃统称为生锈了啊 我们称为生锈 然后呢有苹果的变色有油脂的酸白有橡胶的老化 还有我们生物的这些呼吸作用啊这些都是属于缓慢的氧化 而剧烈的氧化只有一个就是燃烧 会放出火焰的啊 会放出火焰的这些燃烧的 ok so大致上你要记得这些就可以了